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Steamy Bar 全台灣最智障的酒吧 我是Brandon 今天我們與Dinston合作 要去嘗試 威士忌搭配烏魚子 會蹦出什麼樣的火花 Dinston找來了 全台灣的20間酒吧 來做這樣的搭配 然後讓大家去嘗試 所以每一間店呢 你可以看到桌上有一個小桌卡 就是純喝搭配烏魚子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他們的創作概念 就是為什麼要用這個調酒 什麼元素呢 去搭配烏魚子 會蹦出什麼火花呢 你就可以把自己選上成評審 我要跑這20間 然後呢 去嘗試哪個是我最喜歡的 今天呢 因為呢 時間的關係 絕對是時間的關係 不是我酒量的關係 好 所以我們選了三間店 第一間店呢 我自肥的 我在這邊工作的 小厚宴大直店 威士忌酒吧 第二間店呢 就是呢 東區指標性的巴木 第三間店呢 就是呢 開比較晚 所以很多同業下班 會去的好處處 以及呢 夜深的流離失所的朋友們呢 可以去呢 安慰的地方 就是The Public House 好 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小厚宴大直 第一間 我們也藉由這次機會呢 考核一下 我們小厚宴同事的作品 好 調酒 開始囉 我們現在就來評斷我們同事的作品 好 還不錯吧 這次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極致美味 而且這個的搭法 加擺盤 加上它的味道的整個這個對應 烏印 非常非常的棒 我真的嚇一跳耶 這怎麼 這天才啊 這怎麼樣 設計出來這樣的東西啊 好棒喔 走了嗎 走了嗎 好我們店長走了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Dinston有12年中學歷 來我們先聞它的氣味 它有點蜂蜜 花果香 帶一點那種乾燥水果 以及那種還未熟透的那種氣味 那種皮的香氣 好我們現在來搭配我們的烏魚子 它做起來的口感上呢 是比較清甜 但是又飽滿了一些花果香 搭配這種重很重的那種烏魚子的那種 鹹香感的時候呢 它氣味是非常非常的搭 芝麻與味噌的香氣呢 非常搭那個烏魚子 它還多了一個水梨 清甜感不是那麼重 就是整個綜合起來 是有非常美味的平衡 在跟這個創作調老師聊到的時候 我覺得它發想的概念 非常的有意思 它是用味噌 那味噌呢 在日本的文化有1300年 它使用了大豆 麴 以及呢 研製製成的美味的發酵物 所以造就大量的那種鮮味 以及氨基酸 它不再是 只有料理這麼簡單 它也代表了一個 文化 以及重生的概念 這樣的概念呢 也呼應Dinston的傳承的理念 思緒代表重生 留下來的 則代表傳承 那講到這邊呢 我們主角也要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我右手邊的這個Dinston 我覺得呢 它也走得很前面 它除了大大的製體以外 製作這一瓶威士忌 所有的負責人呢 它都給你大大的簽名在這邊 代表他們以示負責 每年呢 它會創新不同的熟成筒子 去做創新 才下午 第一家就這麼精彩了 我緊接著期待我們的第二家 巴木 還有我們的 The Public House 好 我們這就出發吧 買單 好 要走了 太快了吧 太快了 媽 會嗎 不過在走前呢 我們這個活動 今天喝的大家選擇吧 很棒 很棒 優秀 優秀 我們這邊有一個活動的 集點小卡 你幫我掃描QR Code 就可以累積 然後呢 換美好的禮物哦 你確定嗎 你感覺不成可能 不成可能 這個是不是貸款的 好 讓我們喝一下 我們喝一下 喝一下 來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 好 乾杯 好 下一站巴木 其實這一次的巴哈平呢 也是見證 Brennic哥哥 我的成長 我感謝頻道的各位 你知道嗎 這一次的巴哈平呢 我們 頂級尊榮 導演告訴我說 他有配保姆車給我 天啊 明星般的待遇啊 我們以前還用腳走路對不對 不用 這一次的哈平呢 我們竟然有尊榮車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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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這邊 啊幫你 好小心喔 好小心 好好好 你打幫我們扶一下器材 蛤 今天大概五個人要過車來說 蛤 OK 好差不多 好 走啊走啊走啊走 搭車的過程中呢 我要跟大家說明 我今天跑吧的一個順序 我們小後院呢 中午就開了 就像英國 早餐店晚一點點 酒吧就開了 第二個呢 來到了東區主戰場 巴木 為什麼呢 東區其實那邊 非常非常多的酒吧 很多酒吧呢 通常就開到一兩點 甚至呢十二點 是吧 所以呢 你要在中段的時候 安排這樣的區域 你才不會呢 最後人家打烊了 然後你去 什麼都點不到 就只能空 空等 所以我們中間呢 就安排在 酒吧的密集戰區 然後我們就一直邊喝 到最後呢 The Public House 是吧 The Public House 大家只要有去過都知道 它開得非常的晚 你時不時就會遇到呢 你可能在哪一間吧 遇到的喬酒師 那我們下班呢 就過來喝一下 因為我們喬酒師 也是要放鬆的 是吧 剛剛大家看到 我離開吧的時候 我是不是做少點的動作呢 那是幹什麼的呢 我剛剛不是說 它合作了全台灣二十間酒吧嗎 那呢 你少了這個 就會加入到他們的Line 它就會告訴你是哪二十間 然後呢 你每一間跑呢 它會幾點 集滿兩點呢 說帽子 帽子來 大家看一下喔 珍珠白 帽子 集完五點呢 它送雨傘 Dinston的雨傘 對不對 就會讓你風雨無阻 你不管哪個天氣 都沒有藉口 都可以跑 小雨戴個帽子 大雨撐個傘 像今天呢 我們跑三家 就至少有三點 是不是非常好達成呢 兩點送帽子 五點送雨傘 蛤 你想說 跑兩間 三間太多了 蛤 你再說一次 太丟臉了吧 欸 一天 我們自己去跑酒吧 也兩三間起跳對不對 更詳細的活動內容呢 可以在我們影片說明欄上 都有詳細的解說 哇 我們接下來來到了酒吧的主戰場 東區 然後這間呢 就是巴木 大家有沒有覺得環境非常的熟悉 沒錯 這就是我們第二階 進階線上課程的場景 我們現在緊接著呢 嘗試 丁士頓跟烏魚子的搭配 我們來瞧瞧 巴木最近會端出什麼樣 令人驚豔的作品呢 好 Let's go 今天的話要使用 丁士頓 傳承 單一賣牙威士忌來做一款調酒搭配 巴木準備的烏魚子小點 我們會使用番茄 然後羅勒 炭培烏龍 九層塔 再加上一些鹹度 然後去做一個澄清過濾 這一款調酒呢就是藉由 番茄的鹹鮮 然後去帶出一些烏魚子的 尾後運 巴木已經為我們準備了這個 丁士頓調酒搭配烏魚子的料理 大家有沒有像我一樣 很驚訝 發現我到哪裡 我旁邊總是有一座東西了 這就是我們乾爹贊助的 丁士頓 有兩個呢 限量發行在台灣的 一個是丁士頓的傳承 另外一個呢 丁士頓的中學歷12年 因為呢 它只在台灣限量發售 搭配台灣呢 經典的美食烏魚子 整個我們企劃的概念 大家可不可以看到 這個烏魚子料理呢 它是比較傳統的搭法 就是蘋果啊 蒜苗配烏魚子 但是呢 你看到的擺盤 是不是呢 高級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呢 擺盤也是個重點 麵包 然後再加一點蘋果 以及薯泥 烏魚子 鮭魚卵 魚子醬 一點點的蝦翼衝 所以呢 這整個呢 是把海味的精華呢 包在這邊 期待 吃吃看 好 一口吃 嗯 尊絕不凡的享受 才過 這搭配呢 我很驚豔 麵包 加上薯泥布的烏魚子 它屬於呢 鹹香感 但是呢 它再來說 它會有一點乾口 可是呢 它上面的魚子醬 鮭魚卵呢 當我咬開來的時候 它煩 那個juicy 然後包覆 然後海味鮮甜 導演 幫我上一個後面的海浪 然後 當我喝下去 哇 它那個整個海味出現的時候 我再喝下去 這種 烘焙的烏龍茶香 厚重的 油脂感的 這種烏魚子 它們這樣堆疊起來的香氣 非常的match 最後它搭配的那個 澄清的那種番茄 在後面點綴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看到這邊呢 大家呢 是不是知道烏魚子還有更多的可能性的搭配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參考 這樣的烏魚子搭配方式 喝完呢 也別忘了 掃碼幾點 好 兌換精美禮品喔 好 我們下一間 Let's go 好 我們現在來到最後一站 The Public House 這我非常的熟悉 我最後一站 總是The Public House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他們的搭配組合 一樣 會有這張小卡 兩面 所以我們現在來嘗試它的純喝 以及搭配的這個烏魚子 大家可以看到烏魚子真的非常搭那種清甜的水果 它這邊就是那種蘋果 嗯 一定非常的搭 用蘋果去點綴呢 它清香感統成的那種雪莉桶的那種巧克力 還有那種太非常的香氣 會被放大 也是非常棒的組合 好 那我們接下來緊接著進入到 他們的作品 巧酒環節 我們當初在設想的時候 想要做一個冰甘地的感覺 梅子跟石螺 搭配Dinston的雪莉的風味 這三者我自己就覺得已經是 就是很清爽的一個感覺 用水梨跟包種茶去做的一個慕斯 有趣的是它到最後會有一個 古道梅子綠茶的味道 那它是鹹雪魚燉蔬菜 風乾火腿 捲烏魚子 起司捲 那它搭配的呢 傳承 Dinston 所做的作品 那從歷史脈絡來看 Dinston這個酒廠 它堅持的精神呢 有四個 就是呢 自給自足 友善分享 永續經營 堅持手工 這樣的概念 那The Puppy House呢 也是從這樣的想法去出發 所以我看到它說 它其實形容它是後鳥一樣 堅定自己的方向 它搭配的呢 我們先來喝喝看 上面的這個慕斯呢 它是使用的是水梨包種茶 這喝起來有點像那種古道綠茶的感覺 哇這樣 非常熟悉 那我現在來搭配它的食物 烏魚子跟火腿的油脂感呢 再加上那個 起司的那種鹹香 油脂多的 你配麵包 它會解膩 所以整個油脂感包覆 還會配上麵包的搭配 它會變成一個 我認為是溫潤很舒服的口感 Pairing的經驗呢 非常的舒服 非常喜歡這次的 像他們這樣設計的這個概念的組合 這邊也介紹給你 不是深夜 這只有炸物可以選擇 其實你也可以嘗試來酒吧吃 就是深夜食堂的概念 深夜食堂呢 它是要讓你暖心暖胃 我覺得The Publix House 就有點這樣的味道 不是來這邊灌醉你 讓你更不舒服的躺在床上 而是呢 你呢今天做一個美好的結尾 最後感謝丁士頓的邀請 他們其實呢 不定期會在台灣舉辦一些 餐酒搭的活動 叫做 餐桌上的麥田計畫 呼應他分享的精神 假如呢 你對餐酒搭的概念 還不是很了解 或是呢 你想要踏入餐酒搭 什麼是餐酒搭 其實你可以follow他們的活動 然後呢 去試試看 會怎麼樣的搭配叫做餐酒搭 或是呢 試試看自己的味蕾 能不能接收更多創新的組合 那在最後呢 也別忘了去我們的影片說明欄 我們會放上呢 這次活動的二時間店家 參加這次的集點活動 follow丁士頓的IG 臉書以及LINE 那我們StewBar下回見 掰掰